空間 存在於水泥建築的框架中 善用感知能力 腕轉元素 打破內與外的框架 自然之美 在天邊 也在眼前 中間的景觀 我第一次來到屋主新邁的這個家 被這裡整個景觀所吸引 所以我心中就有了一些雛形 希望把外面的景收進來室內 然後也藉由一些自然素材的堆疊 讓這個空間可以理應外合 並且用東方與西方的這種 互相衝突的設計元素來開始這場暗線 同時也具備屋主的品位與高度 玄關的木材在青煙飄渺中透著火光 帶出溫暖氛圍 高潔的松樹 沉映著池水 雅致而寧靜 山嵐般的牆面層層疊疊 反映著光影的變化 冷掉的大理石地板 紋理原始而狂放 自帶傑傲不遜的個性 因應結構大樑而設計的圓弧造型天花 像海浪般綿綿不絕 替靜止的空間增加了流動感 這種種意象都賦予空間 東方禪藝的深厚底蘊 書房是公共空間的延伸 那當然也要注重整體景觀的一致性 在轉角我規劃了一盞 如瀑布般的水晶吊燈 來呼應這個空間 那主牆面我設計了山水畫 我最滿意的地方是從書桌 坐椅子往前看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寬闊的景色 那我也可以看到家裡的整個洞進 空間感是很俐落的 我很享受這樣的空間氛圍 軟裝家具也十分講究 不管是沙發 餐桌椅 書桌椅等等 都是跟國際精品品牌定製 替空間帶來精品時尚感 我在這空間用了很多圓斧的曲線 不管木座還是金屬鐵件 都是以圓舞來收編 也替空間增加柔和與線條 另外我也很強調立體感 像是牆面或天花板都有精細的做法 而不是呆板的平面 雖然這些做法增加了很多施工商的難度 但我認為促中細節才能彰顯價值 在臥室的設計是以一個很舒服的顏色 來展示這個整個的空間 那在整個設計的氛圍非常的俐落 我非常喜歡設計師幫我規劃一整面的落地窗 那它的視野會非常的好 當我起來的時候 我就可以看到很美的景色 那你看到這個天花板的設計 它是有四層之多的一個層次 那這個工藝是非常挑戰的 那所以設計師也用這樣的方法來呈現 讓整個的臥室的氛圍我是非常非常喜歡的 衛浴空間同樣以白色為基調 讓忙碌的屋主能舒服的享受沐浴時光 四臥室採用於主臥一致的風格 以簡潔的線條分割 打造出俐落空間感 衛浴則加裝蒸汽設備 享受更升級 我是白手起家的創業者 裝潢的空間就像創業一樣 要非常的講究 設計師很用心 從規劃到挑選所有的材質 都是非常親力親為的 我很放心 感謝設計師的堅持 幫我把我的夢想的家完成 這間房子從設計到完工 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 一切都是時間和心力慢慢去完成 才能把我對空間的講究呈現出來 我相信對自我專業的堅持 終將成就完美 創造極致 MING AMBA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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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